好 今天给大家带的武将是李如 然后今天打的素材其实我觉得也很精彩 希望大家能看到最后支持一下 然后首先先讲第一个技能灭迹 你可以弃制一张黑色锦囊牌 它上面写错了 其实是弃制不是放置牌堆顶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名角色 弃两张非锦囊牌或者弃一张锦囊牌 其实李如造成杀一般都是灭迹开头的 所以我这里把灭迹放在了最前面来讲 好 接下来是焚尘 焚尘是你可以令所有角色依次选择一项 就是气质比前一位角色更多的牌 或者受到两点火焰伤害 下面是技能演示 好 接下来我们发动焚尘 邓爱新弃了一张牌 庞德功不能弃所以扣血了 好 接下来是陆神将丢了三张牌 好 这边又不能起 所以这边也扣两点 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最后是收割人头的 也就是结束的时候用的决策 当你回合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对一名决策造成一点伤害 就没有手牌的决策造成一点伤害 下面是技能演示 这里我就把秒主的回合那技能剪开了 好 接下来带来第一把素材 其实李如这个武将 他身份适应蛮奇怪的 他不是说看是什么身份 其实他是看什么位置来决定能不能选的 就比如说你二号位选一个李如 主攻是一号位你当反贼 其实就很适合 好 这里还是按照惯例去聊一下降面吧 其实降面的话 真不好说 这把 其实只能看出六不是中 六做不了中 而且六本身是个卖血匠 我们手上有个铁锁 我们直接铁锁了 然后焚尘 因为我们这里铁锁没有黑色锦囊牌嘛 只能直接焚了 好 这里中会果然卖血了 但你们注意这里四号是直接掉血的 所以四号其实可以标中了 好 这边八号丢了四张牌 其实八号也不像一个中城 好 这边马良要丢五张牌了应该 好 我们这里直接一个杀 然后乐应该是贴给四号直接过了 好 到三号的回合 三号没天过 这里直接打一个收割 好 第一局比赛就结束了 其实也可以看出 李如的爆发是真的很高 他是属于那种平民武将里 算热门的 爆发高的 尤其是排位赛 你二号会选出一个李如 基本上就直接开秒一个 打崩对面一个武将 然后在等待的时间 就随便聊点别的吧 李如其实是董卓 董卓仗下的第一谋士 然后他其实帮助了董卓很多很多 然后在历史典故中他是消失了 就是一个恩人被曹操斩了以后 他就消失灭迹了 但在三国演义中他是死了的 然后至于坟城 其实是有个典故是火烧洛阳吧好像是叫 好 这比赛开始了 我们两个黑色锦囊 其实这里不用刷了 而且我们的位置挺好的 七号位当一个反贼 其实李如确实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反贼内建 不太适合当中 中容易说因为位置坑别 好 依照惯例看下降面 首先这边八号现图了 八号肯定是一个中 也不说肯定是一个中吧 八号偏中 二号张春华打体力流失 根本没办法说当戒曹操的中 所以二号位标一个反 好 剩下的一些武将其实不太明朗 其实都做什么都行 你像左慈 刘烟 司马辉 这种身份都很适应 其实这把比赛其实算蛮 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局 结果怎么混入了一个曹人 还是标曹人就很神奇 好 这边不出所料 二号果然跳了一个反贼的身份 好 到三号的会合 三号点出一个安穴 这个安穴一点出来 其实他就是一个反贼 因为手牌最少是张春华 他让八号去给张春华 其实这个行为举止 有点坑春华的感觉 因为春华本来是要打连赢的人 万一张松给他塞了一张藤甲什么 他就连不起来了 其实这个 但他也没有别的技能好用了 好 这边四号特别有意思 就注意四号这个行为 四号顺了一手五号 然后开了一辆无中 然后往我们这边贴了一个乐 他就弃牌过了 其实我当时在想 他刘烟是跳了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他顺一个下加 乐了一手我们 他又向跳中又向跳反 又向跳内 其实这个刘烟的身份就是个谜 好 这边五号直接挂机了 为什么说刘烟不向跳反 刘烟往下加顺 他没往上加顺 因为上加是个谜反 但这边我们后面再讲 好 这边到司马辉的回合 司马辉挂了一个斧子 然后直接去砍八号 就我还挺庆幸 他这边没有砍我们 砍我们我们真的很容易崩牌 本来就是没有那个闪 然后还被乐了 如果砍一下我们 我们只能留两张手牌 其实有点崩盘的感觉 但是他去杀了一下八号 其实我们挺庆幸 好 这边当时我自己在玩的时候 我在想是不是有人看错身份了 我怎么感觉多了一个反 在我的眼里好像 二 三 四 六 七都是反 但我想一下好像 四号 四号他确实没有明确跳反的身份 其实四号他跳了一个 他跳了一个怎么说 他按跳了一个反 我感觉他是想骗这个龙印 就因为众所周知嘛 就是刘烟很容易卡陶卡闪 然后但是司马会给他一个龙印 他又就是史诗级加强 他直接可以火攻自己亲手牌 好 这边到了主的回合 张松还是陷徒 张松是真不怕死 就张松其实就是应该这样玩 你八号会选个张松不陷徒 主攻肯定忙你 你干脆玩一个草王什么的 去保保主攻更加好 这是我的一概观念 其实很多人觉得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玩张松就是要陷徒 否则你玩不了 好 其实大家也可以捋捋 捋捋这个身份 其实确实这把挺有意思的 所以这把我开的是二倍速 我都没开四倍速 其实我想多讲一些东西 好 这边曹操就是往下加个怼嘛 没错的 打的也没错的 好 这边贴了一个乐贴的也很好 但是其实说实话他应该贴二号的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贴前不贴后 你二号万一摸一个顺摸一个拆 你这个乐贴是直接没了嘛 其实这一手打的有点问题 然后他去救张松这一手 可能他觉得我们这边是个 可能他觉得还想让张松陷徒一次吧 但是其实五号陷不了徒 他要四七里面选一个陷徒 因为就四七没有明确掉反嘛 好 这边 这边他三号左辞开了个无蟹 然后直接铁骑堆脸了 其实我当时在想这个人打的啥呀 万一这个八号打的凶一点 他直接忙给这个书号献一个图 他不是炸了吗 但是我后来想想 他是左辞化身的马仇 就是他只有铁骑 没有马术 所以他只能挂一个负义马去打到处 好 这边果不想 刘烟开始疯狂的怼三号 然后注意这里的言辞 这个刘烟粗笔之语 就他说刷牌 哇 这个人 他有点怎么说 就他这里其实是在装反 然后他在这里说刷牌 其实是搞形态 就想让左辞让他人头 然后他拿三张牌 但是这里其实真的不能让 这边春华 这边春华连拿两桃 其实就很酷 然后左辞开始 不是 这个刘烟 开始疯狂嘴牌 哇 众人真的 其实我在游戏里挺讨厌的 其实我一概我满 其实这话也不好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 玩刘烟的人 其实都没脑子 我不知道这话 要不会弹幕 或者说评论要喷了 但是我就是这样觉得 就刘烟这种酱本身 就是没有脑子的酱 其实我也不太想做 做这个视频 刘烟的视频 然后这边司马会 还是去怼了一下八号 他没有去灌 说明他手上是一个好东西 他不舍得丢 然后这边到我们的回合 我们直接还是一套连招 先灭迹 然后铁锁 铁锁连八一 然后焚成了 好 这里 其实春华打 春华打得很好 春华把头让给我 让给了我们 好 这里顺便讲一下 司马会期 我后面想出他的视频 他有龙印和凤印 拿到龙印的人 就可以把红牌当火工 凤印就是把梅花 当做铁锁 然后两个印挤在一起 可以放叶岩 好 这边司马会打得也很好 他直接把印给了我们 张春华送人头 但我不知道这个张春华是不想玩了 还是怎么回事 他离开了游戏 竟然不看我的表演 好 这边左辞打的是真的憨憨 画很多 打得还菜 他这里直接把人头给我们 我们多一点输出伤害 这里肯定是拆 拆曹人 防止他有陶 我们这边先一个决斗 看能不能决斗死 这果然被曹人拉了起来 好 那我们这边应该是挂 挂青龙刀 去杀左辞了 去拿三张牌 并且把这个印拿到 我们要放叶岩了 好 这里很激 就是司马会直接把印给了我们 我们先开五中 然后有两个梅花 直接开两个铁锁 火工自己 这里没必要说挂藤甲去火工 因为司马会四个铁锁以后 四个铁锁以后 他会给我们一个 给我们四张牌 好 这里不用挂藤甲去火工自己 因为自己没血了 然后这边收了四张牌以后 可能还有大叶岩可以放 或者说继续继续 铁锁要火工 但这里好像曹操不太 对 不太那个 就直接没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